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曼娟我们听到的是黄音音所演唱的《离不开爱的心》 每个梦都会醒 等阳光告诉你 窗外的世界 比昨天美丽 每个梦都月冰 当你睁开眼睛 生命又紧紧地拥抱着你 让我们在一起 聆听天使祈祷的声音 让我们在一起 没有时间和距离 在最上天的那些日子里 有我离不开爱的心 有红色的金岛和蓝色的云 同一个众雕情 曾经为了你 那个角落里 有我离不开爱的心 把最真值的祝福 留给你 最近呢 身边一些朋友 或是小朋友 大家可能特别关心的事情呢 就是在动物园里面的熊猫 那只大熊猫 团团 其实团团跟圆圆呢 是在2008年12月23号的时候呢 就来到台湾了 它是由中国大陆呢 赠送给我们的一对国宝的大熊猫啊 那从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 2008年的收集的两岸的关系 还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况 起码不像现在就是 大人小孩都在担心说 如果打仗了怎么办 是不是真的会打仗 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到底是哪一些因素让 现在我觉得连小朋友 都弥漫在那种战争的恐惧 跟压迫感之中啊 好 那今年呢 迈入18岁的大熊猫团团 它从今年8月开始呢 就出现了一些癫痫的症状啊 而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 它又开始出现了后肢无力 还有食欲不佳等等的情况 医疗团队呢 就指出团团疑似罹患了恶性脑瘤 而且病程的进展呢 是相当快速的 台北市市立动物园 在周三的下午啊 举行了记者会 说明了大熊猫团团的最新病况 受医室主任辣燕雪说明 比较团团9月18 还有10月22号 两次的脑部 呃 磁症造影的结果呢 就发现它的病灶往下了 也往前延伸扩大了 最怀疑呢 是罹患了脑部恶性肿瘤 呃 影响到比较核心 还有重要的神经元 造成它后肢的明显无力 反应呢也是比较慢的 那燕雪表示 考量病程的进展快速 而且呢 它对于麻醉的反应也不太良好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 或者说现在它的整体的健康状况 已经很差了 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呢 可能会熬不过 加上衡量积极疗程呢 可能的疗效与副作用 就决定呢 采取类似人类安宁疗护的舒缓治疗 也就是说呢 不会再做什么侵入性的采样 来判定病因了 嗯 大家都认为 这样子对它呢 是最有利的 可是也希望民众知道 对于团团现在多层 可能每一天呢 都觉得非常的感激 团队呢 也会尽所有的去提供医疗的照护 希望它接下来的日子 都是舒服快乐的 原方也希望民众呢 可以留言祝福 那民众是不是还有机会 可以见到它 动物组组长王一敏说 考量到 因为团团后知无力的状况 如果它到了展场 因为会有很多很多人嘛 所以它的负担一定会比较重 所以暂时呢 就不会让它见客了 但是会再安排多一点的影像 还有直播 让民众可以透过网路 来表达祝福 动物团团的大猫熊馆呢 出口处现在已经摆放了一个 团团我想跟你说的一个留言板 希望粉丝呢 可以到此留下祝福的话 一起为团团加油打气 那我个人呢 其实从团团远远 来到台湾之后 我就没去看过 虽然我家住木寨 也离动物团很近 就是我本来对 嗯 对这些 大家觉得 哇好特别 好想看的动物 就不是那么的热情 就没有觉得 我一定要看什么排队 后来那个 银亚就是 哇 风靡了整个台湾 那我也没有觉得 哇 我一定要去看银亚银亚 好可爱这样 那我就是透过 一些影像啊 或者是一些图片啊 或者是有些人出书啊 出那个银亚的书 看一看就说 哦 真的好可爱好可爱 这样子 但是这次听到 团团生病 就是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忍 我觉得这一切 应该还是跟我自己 开始养猫有关系 我发现 养了猫以后呢 整个思维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有一点 见不得动物受苦的那种感觉 所以像现在有的时候 我的脸书上 偶尔会出现一些 等待救援的动物 那他们常常都会放上 动物受伤 或者是生病的那些 看起来非常凄惨的照片 我以前就会点进去看 然后一边看一边哭 那我现在 我现在就决定自动跳过 好 我知道这件事 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捐款 但是我不想再让自己 一直沉浸在那种 非常悲伤 而又觉得自己很无力 觉得自己充满无力感 就是那种 常常会出现那种生而为人 我真的很抱歉的那种感觉 我就渐渐趋吉避凶吧 我就渐渐不去看 但是这一次呢 团团生病啊 那这样子的消息 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披露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看见 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呢 还是会很感谢团团 带来的美好时光 非常表达 非常喜欢团团 然后非常舍不得 希望他不要受很多的痛苦 但是当然也会有人 就非常政治取向的说 赶快死了算了啦 把他送回去 谁想养他 养他那么贵 要不然就是 谁想跟你们团圆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理解 但我实在觉得 不管他来自于哪里 以及他当初来到台湾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可是他其实已经在我们台湾 待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今年2022 他2008年来的话 他已经在台湾待了14年的时间 就是说他四岁的时候就来了 他确实来到了动物园之后呢 就引来了很多很多的大人跟小孩 也带来了很大的观光的一些利益 也为很多人的童年 你要想说他来已经14年了 就可能当年很多幼儿园的 或者是很多小学生 大家结伴校外教学 去看团团圆圆 或去看姨亚这样子 这么多年过去都已经是大人了 那在童年的时光中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印象 温暖了大家的童年 然后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本身都是还蛮值得感谢的 我真的是觉得 我越来越觉得很无奈跟无言 就是说大家现在在台湾 什么事情都要跟政治扯上绝对的关联 好像我们在台湾呢 除了政治再无其他 可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不断不断的 把所有的注意力跟焦点放在政治 结果这几年来我们大家的日子 并没有过得比较好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除了政治之外 还有其他 还有一些是比较情感面的 还有一些是真正 往内心去看到自己真实感受的部分 总而言之就是看起来 团团的病情绪不太乐观了 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 希望让它可以舒舒服服的离开 那熊猫或者猫熊这种动物 它天生就是吃可爱的 就是它就是超可爱 你不管是看到大的还是小的 都觉得可爱的不得了 看到它就是超级疗愈的 那它也曾经在古早的时候 有过濒临灭绝的危险 但是能够活到现在 这种古老的动物能够活到现在 而且还能够跟我们这么接近 就在动物园里面 我觉得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那我们就一起来祝福团团 同时也谢谢他为我们曾经带来的 这一些难忘的温暖的回忆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 是光良所演唱的 我想去个地方 虽然有点乌云 我还是想出发 期待一场流浪 想去什么地方 远处有个声音 是谁在呼喊 让我不停盼望 秋山下起大雨 秋山下起大雨 我依旧能出发 选个陌生方向 寻找一个解答 我逆着风向走 提起了平衡 开始旅程奔吧 我想去个地方 我想去个地方 有真正的时光 像个秘密 藏在谁的心下 我想去个地方 快淡忘的时光 温暖回忆 住在心上 不停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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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出发 期待一场流浪 想去什么地方 远处有个声音 是谁在呼喊 让我不停盼望 就算下起大雨 我依旧能出发 选个陌生方向 寻找一个解答 我逆着风向走 提起了皮箱 开始旅程奔吧 我想去个地方 哇 时间过得很快呢 我们的十月呢 也即将要结束了 今天呢 在我们十月的最后一次 幸福号列车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旧时报的副刊主编 也是我们幸福号列车的 选书顾问 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孙子萍 哈啰 子萍 你好 曼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今天呢 为我们定立的这个主题是 就是如果我想要去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有可能是多年后 啊 多年后 嗯 好 所以今天的主题 就叫做多年后 会有三本书 都是跟多年后 呃 有一点相关的 嗯 OK 好 首先登场的 这是由洪范出版社所出版的 詩人陈玉宏最新的作品 霞光及其他 对 呃 霞光及其他 他应该是一本蛮热腾腾的书 嗯 应该是上个星期才出版的 对 那呃 呃 陈玉宏 这位詩人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他是否熟悉 嗯 那我会觉得他应该可以说是在1950世代 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代的写作者里面 就诗人里面 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 嗯 那他今年也刚得到了瑞典的禅奖 嗯 禅奖就是他是呃 专门鼓励东亚的重要的诗人 那台湾上一位得到这个奖的人是杨木 哦 了解 嗯 可见这个奖的重要性 嗯 那呃 霞光及其他也是呃 呃 陈玉宏他在他上一本三神 就已经出版好多年之后 他最新出版的这一本诗集 嗯 它是一个非常有重量的诗集 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少在节目里面介绍诗集 那我觉得诗集要透过述说让读的人 比较快的可以得到感应是有一点困难的 很困难 对 那呃 呃 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诗集应该是不要错过 原因大概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呃 呃 我觉得在呃 1950世代里面可以把诗写到这样好的 如果大家很喜欢下雨 应该就也不要错过陈玉宏 嗯 因为在抒情诗的领域里面 我想可以写到这样 应该就是一种 一个一个顶尖的状况 是 那他这个书 霞光及其他 哦 霞光 呃 指的是在呃 呃 加拿大的一个很漂亮的 因吉利湾的这个海湾 看到的霞光 整首诗是从呃 一天最开始的时候 晨曦的那种霞光 一直写到黄昏的时候 那种晚霞的霞光 嗯 那这个诗里面被浓缩的一天 其实也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哦 或者是地球的一日 有可能是人的一生 对 之类的 那呃 呃 呃 我很喜欢在吉利里面啊 都是短的诗 他吉利叫海鸥诗学 那这些短的诗 其实呃 你可以读到一个女性写作者 她在她生活里面最关心的几件事 嗯 都是很小的诗 啊 写猫啊 写院子里面的花啊 或者是写一些她曾经在旅途中去过的地方 她去过很多很神秘的地点 对我来说 比方说内蒙古 嗯 哈瓦那 俄罗斯 耶路撒冷 等等 好像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她会在她的日常当中 穿插这一些旅途当中的呃 书写 嗯 所以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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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没说完的 也就不再说了 往后 心宽了 变什么都忘了 往后 虽不勉勤 也有拥抱及其亲吻的权利 还是拼了命的手 往后 谁知道未来并未来 往后 谁知道未来总未来 往后 不惋惜 好坏都算自己 往后 不强求 无非 来了 又走 往后 不再谈 远方或是山川湖海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散文家小说家 也是诗人孙子平 子平今天我们订了一个选书的主题 叫做多年后 那我们谈到第一本书是由洪范所出版 陈玉宏 这位诗人所写的 《霞光与其他》 那其中最吸引我 当然就是写 妈妈以前在中国大陆逃难的那一段 她说她有一段文字 其实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记事感很强烈 说警报又响了 我被推进泥沟 沟里什么都有 眼镜 鞋 小刀 不娃娃 烂掉的树叶 这就是仿佛就可以让你看得到 那个当年他们在逃难的时候 那种狼狈 那种卑微 那种招不保戏的那种恐惧感 好啦 那讲完这本书了吗 嗯 我们进入下一本了 也是多年后 也是多年后 对 好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首歌 许君所演唱的《往后》 那接下来的《多年后》是哪一本呢 接下来《多年后》的书名叫 《多年后我一起台北》 它是由马尼尼维所写的 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是 这个马尼尼维他其实本来不是台湾人 对不对 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是马来西亚人 但他也已经在台湾 有超过二十年的生活经验了 对 他来台湾念美术系 哦 那念完之后 他在这边结婚 然后生了小孩子 然后开始写作 然后也出版好多书了 嗯 那这是他最新的一本书 这样子 是 那这很有趣 其实马尼尼维一开始的写作里面 也包含了诗 那他自己 因为他是美术系毕业的嘛 他本来就能够作画 所以他也自己 他跟陈玉宏一样 他们都画了自己的书的封面 对 都非常有才华 是 那马尼尼维的《多年后我一起台北》 他书名其实就已经有多年后了嘛 所以就一定知道是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 对 可是他这个多年后的安排 我觉得很特别 在这个书一共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多年后我一起台北》 但其实他并还 他其实并还在 他人其实 他并没有离开台北 对他还在台北 但是他已经是《多年后我一起台北》 所以这个《多年后》指的并不是 真的是我经过了这多年以后 我才会想起台北 而是我在现在我在预习 我用写作预习 我多年后可能会离开台北 所以我记一下我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种后摄写作吗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的设定 就是写的其实就是眼前的事情 但是他却把时间的设定在多年以后 对 那可是呢 真正的《多年后我一起的》 其实不是台北 是他的原乡 他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第二集有蛮多的部分 是写到他的原乡 马来西亚的某一个地方 他没有把它讲清楚 但是他里面有一篇叫《山河少女》 那他就一直会把原乡的山河水 就写成好像是故乡的一部分 他去写 对那边的记忆 所以真正多年后回想起的 其实可能是故乡的记忆 即使每一年或每半年 他还会回去一次 但是那个故乡确实就在他起飞之后 被留在原点 嗯 没错 然后 为什么推荐就是马尼尼维的这本书呢 我相信 就是大家如果有读过马尼尼维的作品 一定会印象深刻 因为我觉得 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 讲过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马尼尼维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散文是对于散文的破坏 嗯 因为一般来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散文 我就是要去记述或记录 我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这些事情对你们说一次 你们可以透过我说这些事情的方式 去经验到我所经验到的 以及去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 嗯 可是我觉得马尼尼维很好笑 他在他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篇他就写说 嗯 别不耐烦了 看到最后你还是看不出所以然的 嗯 这是我想要的写作方式 我就要你盲 盲目的盲 要你半盲 因为那些我的委屈满意出来 这双手已沉不住 接不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写作 然后他其实是很强烈的 在这个书里面 你会看到最多的标点符号是句号 句点 对 大量的句号 嗯 好像每一句话都很决绝 嗯 但事实上 如果你细心的寻找 你还是找得到豆号跟顿号 但是句号真的非常具有存在感 嗯 所以这一些 嗯 好像是 富气的表达 其实都是他在这个生活里面 他真实感受到那些东西 可是他 嗯 他的表达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很失忆的 嗯 刚刚我们讨论那个 陈宇宏的霞光及其他 他自己就说 他在写落叶拼图的时候 他 嗯 嗯 最受到影响的 其实就是 呃 吴尔福的 那个小说里面 就是意识流的小说表达方式 其实影响了他写这首叙事诗 那我觉得马尼尼维的多年后 我意识台北也常常让我想起 就是乌尔福很擅长的 意识流的表达方式 可是在这种意识流的表达里面 我们变成很难去掌握他的结构 好像每一件事情是突然就说了 突然就结束了 嗯 那在这种突然当中 好像其实他是 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 可是在这种突突然的 呃 开始与结束之间 我们又可以好像真正触摸到一些 其实是呃 呃 呃 意识的本质 嗯 或是事物的本质 他要讲的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是对于那个事件的感受 嗯 所以除了那一些大量的句号 所造成的强烈的阅读效果之外 呃 马尼尼维他去改变了很多 我们去体会或体验 事物的方式 透过他的那些续说 我可以得到一种新的 对于事情的理解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我可以理解到 他写那一座大 他在台北住的那个公寓 他写那座公寓的方式 不是让我就是进入那公寓 也是让我感受到那公寓的 呃 空间感 温度 还有人住在里面的感受 但是我对于人的脸 或是对于整个事情的起承转合 嗯 都是 是模糊的 可是那些感受 是非常强烈的 传递到了我的手上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呃 我就为什么说 他是对散文的破坏 因为他真的没有要 告诉你一件事情 可是他真的透过 这样子特殊的 也就是说 老人如我一看也懂了 就是 为什么我写的东西不好卖 又为什么我是一台耗油的机器 动不动就肚子饿 写诗是一种气势 句点 我们现在念的每一个都句点 是 一种对创作的自信 打扫家里 也是一种气势 一切都是气势 把阳台冲一冲 跟阿美睡一睡 阿美是他的猫 把书排一排 桌子擦一擦 衣服收一收 除一除湿 为焕发的脑袋写字 为手臂肌伸展 子萍是这样子评论的 子萍说 一边读一边走一边想 这么赤裸是可以的吗 这么诚实是可以的吗 这么愤怒是可以的吗 这些不曾保持社交距离的字 也没有打算跟谁天长 第九天长 刮胡除了猫 因此我总是祈祷 台北有足够的宽 能容下这些倒沟的刺 这些像脏话的情话 但是子萍对这本书 跟这个创作者的创作的 一个读后的心得 真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说到台北 比如说他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 原乡在马来西亚的人 那他现在在台北 其实他生活的时间 已经超过他在原乡的时间 其实我也是 可我从来不会觉得 我是台北人 我就是一个在台北 生活了很久的 住在台北人 每天回家 像在旅馆check in 每天出门我就check out 这样子 就是台北只是我的一个异乡 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问你 一旦你回到了家的时候 你真的回到了你南部的 比方说高雄的家的时候 你进去就会觉得 我现在回家了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还是另外一个check in check out的地方 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回家了 可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回到家 OK好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这是张学有所演唱 台北不是伤心地 但永远不息 在台北夜里 喜欢和迷离 喜欢和迷离 多少十亿人造明 你展现的飘逸 无名的美丽 走进我心 宿命将有缘人静静的相信 我以为爱满意 将我们分割的不会是距离 走远方到异地 我们却慢慢的失去练习 你坐大船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幸福号列车的选书顾问 同时也是诗人 也是作家孙子平 那子平今天帮我们选的书有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多年后 那我们刚聊完了陈玉宏的霞光及其他 以及马尼尼维的多年后 我一起台北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由联合文学所出版 吴君堯所写的台湾小事 老师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要取一个 要去找一个主题叫做多年后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有觉得那个就是电影里面 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常会很方便 他就打一个字幕说多年后 然后时空就可以接到后面去了 那我觉得其实人是有这种好奇的 我们其实会知道 我们会想要知道后来怎么了 我们不会只想知道一个事件在发生的 当下的样态 当然是一个事件发生的样态被描写出来 也是一种就是说书写的主题 是常常会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当一个事件 它脱离了只有当下 它能够是多年后的时候 它真的会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表情 最近在两厅院就是在上演 那个日本的一个舞台剧 是野田秀树所做的 然后就找了很多有名的演员 包括松龙子 那我有看到那个新闻 对 然后就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戏 因为它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戏 那这个戏它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多年后 因为这个戏它是重新演绎 罗密欧与朱丽叶 然后在戏中 罗密欧与朱丽叶真正相爱或相遇的时间 其实只有五天又432秒 可是一个只有五天又432秒的爱情 如何可以延续以及后来怎么了 就是那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问 那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在一个剧场作品里面 大家会好奇多年后 或多年后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效果 在剧场上非常好的表现出来 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具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常常有很多事情是 文字是追不上那个事件发生的速度的 可是当时间已经经历了多年后 我们可以有那个长的镜头 或者更长的镜头 或是非常非常长的镜头 去捕捉那个事件在多年以前的样子 所以才会有像刚刚陈玉宏写《落叶拼图》 它是一个横跨几乎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 有像马尼尼韦的《多年后我一起台北》 它是预想的一个多年后 跟真正回忆一个多年前这样子的 时间的好像双面镜子一样的作用 我有一个问题哦 子萍 对你来说多年后要多少年 三年五年一定不是吧 三年五年应该 八年十年不是吧 不够多年 那对你来讲你会去定义它多年后 会是几年 以我现在的年龄来说 我觉得至少要二十年起跳 二十年对不对 以我现在的年龄来说也是要二十年 那很高兴我们是在同样的世代 所以我可以说想当年我在课堂上遇见孙子平 二十五六年前 有点恐怖 有点恐怖 然后多年后我们变成好朋友 好 继续继继续继继续 真的有点恐怖 好 那所以呢 第三本书介绍吴俊耀的台湾小事 它同样也展现了这个多年后 那我在读这个散文集 它是一本散文集 前面两本有一个诗集 有一个很像诗集的散文集 那第三本这本书是散文集 可是我在读这散文集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多年后这件事 因为时间其实是有秩序 时间其实是线性的 可是时间其实又是乱的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过 可是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 就是它不是都是喜剧 都是悲剧 都是快乐 都是悲伤 就是人的生活里面 其实是喜怒哀乐 会交挫折的发生的 可是时间好像是一天一天这样往前 所以我在读台湾小事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意识到时间这件事 因为这个书有一个很特 对我来说很特别的编辑方式 他是写就是说 吴君瑶这个作者 他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跟着在金门的爸爸妈妈 他们是原乡是金门 他就搭上了一艘船来到了台湾 然后住在现在的三重 从此就是他的 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在三重长大 除了他去高雄念大学 他去别的地方当兵之外 他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就是都在三重 可是这个书他的表现方式 他大可以是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他就搭上了一艘船 他降落在那个三重 他展开了他后来这些生活 然后去写写写 从由远到近写到现在 所以他会展现出一个良好的 多年后的线性结构 因为时间好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可是这个书不是 他表现出来的方式是 他讲了很多在台湾 我们都会经历到的一些物件 比如说电表 比如说电线杆 比如说电视机 黑白电视机 黑白电视机 比如说冰箱 或者是比如说邮政宝宝 或是冰榔滩等等等等 是 这些物件我相信是 在台湾成长的一代的人 他们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些东西 同时他也写了很多地点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 原乡金门 他写了一点点 因为其实他已经用了好几本小说 专门在写金门 包括金门的历史 跟金门的现在 然后他也花了蛮长的篇幅 写他成长的三重的过去跟现在 就几十年前跟几十年后 这个三重有什么不同 可是他把这一切 全部像一个扑克牌一样的打散 所以我就有点好奇 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写作者 他其实一定不会不了解 结构这件事情的作用 但他却决定要这样做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用意吧 他可能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 非线性的结构当中 更可以凸显出那些地点 也更可以凸显出那些物件 我猜想他的用意可能是这样 那在这些物件跟地点当中 我又尤其被触动了 就是最终 其实还是他写到自己父母亲的部分 那他其实是生长在一个 有六个小孩的家庭 然后爸爸是那种比较威权 威严的父亲的 有多威严呢 就是比如说他们要盖房子 爸爸自己去挑了一袋 那个好像是混凝土 还是什么的 那可以挑上去 可是他觉得小孩都是软脚虾 叫小孩挑也挑不动 所以爸爸就说 你们这些没路缘 我自己就把那个土 就挑上去了 是这样子威严的爸爸 他写到爸爸晚年生病之后 然后呈现出来的样子 需要人服事啊 或者是妈妈突然过世 爸爸成为自己一个人 那样子的父亲角色 在过去很阳刚或是很威严 那个面具底下 其实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会露出来 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趣 又或者写到妈妈 妈妈就是 常年就照顾他们小孩嘛 然后过去他们在金门的时候 爸爸是去捕鱼的 然后所以妈妈 他就是会储存很多袋子 是可以装那些鱼或什么的 所以妈妈就养成了有储存的癖好 那春节的时候 他就要回家里面去帮忙打扫 然后就写到 妈妈就是很会藏东西啊 藏很多 要强迫妈妈断舍离 那个很难 对 然后我们想到后来妈妈突然过世了 所以他们怎么从妈妈的 那一大堆留下的东西里面 去找到印章跟存折的那个过程 那也通常妈妈都会藏 会把最后的东西藏起来 会藏在一个真的是凡人找不到的地方 真的 那所以我觉得他去写这个 写到母亲跟他之间的这个互动 我觉得很 其实很动人 然后我也很喜欢他就是 因为他是写小说的作者 所以他很知道 一个文章要怎么开始 要怎么结束 然后在写散文的时候 找到一种自己说话的方式 用自己说话的方式 去把他要说的事情 好好的说清楚 嗯 OK好 那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多年后 应该是 他回头去看他自己的人生多年以后 然后再去写他多年以前遇到的事情 跟他多年以后的事情做一个衔接 对 那这个衔接同时也连接到台湾的庶民史 因为台湾庶民上 比如说大家都骑机车啊 大家可能都有 比如说上层公里的经验男生啦 没错 那透过这一些物件或地点的串联 我觉得好像其实也是他的一个企图吧 他企图要让个人的经历跟大的历史的经历 是串联在一起的 嗯嗯嗯嗯 我问你你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拿过一种歌本 叫做弦 有欸真的有 Oh my god 我跟你是同一个年代的 不好意思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子萍我们带来的这些好书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五月天所演唱最重要的小时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们一会见 那请假装若无其事 好 哦 wouldn't I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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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